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20号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本土个案病例35,596例 而花莲新增了554名的确诊者 花莲县卫生局表示 从5岁到11岁的学童第二剂疫苗施打 将会在6月27号在学校进行接种 教育处特别提醒家长 22号之前要将调查医院标缴回学校 花莲20号新增554人确诊 累计53,199人染疫 花莲卫生局长朱家强表示 原乡疫苗覆盖率较低 要请民众踊跃接种 而满5到11岁学童6月27号将在校施打第二剂 请家长评估后在6月22号之前 教教学校的接种意愿调查表 6月27号到7月5号 那当然在7月5号的前两天 4号5号这两天 可能是刚好在暑假期间 那不过我们还是以校园接种 为最主要的场域 因为我想学生回到学校 是他们熟悉的环境 那也有个老师在那边协助 那家长可以陪同 我想让我们孩子在注射过程中 会更安心 那所以我们从6月27号开始 到7月5号入校接种 那我们的问卷都已经发下去了 所以请我们家长好好地思考 你的小孩是否要接种第二剂 那这个部分这一次的接种呢 除了接种BNT疫苗之外 也会接种莫德纳疫苗 那而且同时段接种 但是我们做很好的分开 分裂 所以不会有混淆的问题 那BNT的话刚好间隔4周 那莫德纳的话也刚好间隔7到8周 所以这个时间也符合我们ACIP 对于这个两种疫苗第二剂的 间隔的时间 那这次莫德纳疫苗会间隔到7到8周 是因为我想莫德纳的剂量是BNT的5倍 所以把间隔拉长一点 对于小孩产生不良反应的机会会比较低 所以这是我们在整体规划的时候 那也考量到这一点 那一样的这次我们是安排 在花莲市我们会请持基院来协助 那在吉安湘的部分会请门多医院我们做协助 那最主要是因为这两家医院都有儿科的组织医师 所以由儿科医师来为我们的小朋友来做服务 我想是更好的 那其他的乡镇都是由我们卫生所来协助 来做预防接种的施打 男五岁到满十一岁的学童 施打BNT后莫德纳疫苗的第二剂的医院调查 那我们已经有发函给各校调查学童的接种医院 那有七天的思考期 那请各位家长协助 在6月22日以前把调查表交回给学校 那后续就是卫生局安排 在6月27到7月5日之间会落入校的接种